啊 枪枪三人熊 我先给大家制造点声音啊 表示前世不忘后世之诗 哎 现在每年的九一八九一八十几年 这是樊建川这个博物馆家抗战博物馆收藏的日军当年的警报器 林牧村才的质量非常好 林牧到现在这到现在还能用 你刚才说九一八什么 我说九一八每年咱们现在不也是要拉响警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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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咱们跟这个建川呢 聊了这个两天 你在收集这个抗战历史的过程当中啊 我觉得你对抗战呢也会做过很多思考 比方说咱们那天讲到这个日本投降 当然日本人叫他叫这个中战 中战很多人啊比较喜欢争盛的人 哎 叫一个真儿 就说很多日本老兵 尽管他对中国人都表示歉意 对 但是呢 他没认为败给他 他没认为他没认为败给中国人过 他就不承认 他认为跟中国人打败了 是因为美国投原子弹给他们投的 他们始终固执的这样认为好像叫这个劲 甚至包括说这个松山保卫战 他们也觉得就是不是打败 这个你怎么看 其实这样讲啊 就是讲战斗力来讲的 就是实在是我们还是有不堪回首的意义 你比如说 我们讲死伤 讲死伤 三千万人不讲 我就讲军人死伤 现在日本人的死亡呢 有几个数字 抗战刚胜利的时候呢 公布的是我们打死日军46万 后来何应兴讲的一个数字是48万 后来最后呢 就是去年我们的社会科学院数是53万 那么我们就暂定日本是50万 就是日本真正在这儿被打死了50万 在整个中国 那么我们是多少人呢 我们有480万一个说法 有540万 也有560万的说法 那我们就定为是500万 实际上就变成什么了 变成我们战事死10个人 他们死一个人 是啊 就是说这场战争 为什么日本人说他没打败 就是说我们的战斗力 我们的中国战力 并没有尽失 并没有尽失 对 我们的中国战斗力实际上是有问题的 就是你比如说 你输在一个环节上 比如说你通讯上 没错 这是现代化的问题 我看到一个资料 就是我们一个德国进口的一个重炮团 在徐州会战开进前线了 那个口径比日本的大 比他先进 好 日本的重炮团也开进前线了 这个时候双方都知道对方有一个重炮团 就在互相寻找你在哪儿 因为你只要是你一开火 我就知道你能算出你的设计的这个角度 就能找到你的阵地 双方都在找对方在哪儿 把对方干掉 就在找 这个时候呢 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派政策员过去找 日本派政策员过来找 然后我们双方在抓政策员 保卫 好 抓不到 最后爬到树上去看 爬到房顶上看 看不到 最后日本人一个东西就比我们先进一点点 他有一个气球 对 放热气球 热气球它升空 当那个气球升空能够大到三十米 三十米就是多少了 就是十层楼高 当它气球升空的时候 我们那个从德国培训的我们那个重炮团的团长 眼泪马上就下来了 完了 落后人家了 最后怎么办呢 命令全团 把弹药全部装填进去 按照我们预想日本就在那个树林里边 给我轰 就孤独于词了吧 乱过轰 没有效 日本人还是发现你什么地方了 一发后就把干掉了 没错 这就是差距 所以我觉得国防军一定要全面强大 对 我当时印象特别深的时候 你看那些史料 就是日本人完全是一个现代化的作战 他海陆空 他到一个地方 我记得他说是那个空军先炸你一阵子 给你炸的没有 你不敢出来了 然后他什么那个什么在登陆 然后在陆军上来 他完全是一个现代化 我们哪有空军 哪有什么海军 就是陆军在打 然后呢 而且溃不成军 虽然这个很冒昧的说 你那个川军也很 也很用用作战 但是说最后一片混乱 说找窗户钥匙找不到 这个真是 那个不跟我讲 见到坦克都拿刀去砍的 怎么肯定是完蛋吧 所以你说啊 咱们这为什么说 为什么说落后就挨打呢 这国歌里有句话呀 就把我们的血肉注成我们心 每天一万人注到这个 这是多么惨痛的一个话 对 因为你那个时候 你除了血肉 你没别的了 那个就剩下人命的 你说咱们的空军 哪有什么空军 我这段时间给台二庄做了他们的策划 给他们做了一个博物馆 台二庄弹丸之地 台二庄大吉天下文明 但是审时是什么审时 打死日军一万人 但这一万人 日本成不成人 我们再说一万人 我们死了三万人 这个 无一寸土地不浸雪 无一垮青砖不饮淡 台二庄弹丸之地 就是完全是真理讲的血肉长城 中国大战最厉害的时候 一天我们一万的军人 要不当时说一寸山河一寸雪啊 就这么平时 真的不是一个夸张 真的是这样的 就靠 你说中国这个历史很惨痛啊 就是靠人命去填呢 是吧 你要腾县 腾县那个那个那个王明章 王明章所呈现 五千川军 最后就死在那儿 从师长全部死在那儿 最后死完以后 李宗人都觉得对不起王明章师长 就说王师长的尸体找到没有 说没找到 如果找 怎么找 一个城打的西南怎么找 最后找到什么 王明章什么找到 满口大金牙 特别是个惊讶把王明章找到了 我想说明什么的 王明章五个老婆 一口大惊讶 打胖子 说穿了就是个军务啊 就是一个亚人有色 对对对 但是为了民主就死在腾县了 刚才其实 而且他可以跑 对对 他可以跑 他就是说 已经完成了李宗人跟他的任务 监视任务时间已经到了 剩下二百多人 比如说市长 我们可以撤了 王明章问了一句 说 李长官下命令没有 说还没收到命令 其实李宗人可能有点失心 是不是他们在那儿再守一点 然后他部队号重用的撤退 已经打赢了嘛 这个时候王明章没走 五千四川人死在那儿 我每次在那儿 我就真是 我在那儿跟他们磕头 我觉得真是 这些人死在那儿 连名字都没有 没错 咱们上级讲的汉奸 我说是看到我们民族的 这个不好的一面 或者劣根的有毒性的一面 其实更多的看的真的是血腥 你像这个川军呀 我就觉得这抗战的时候 咱们之前真的是军阀混战 你打我 我打你 但是你看抗战的时候 虽然那出了那么多汉奸 但是真正就是有名望有地位 没有一个人去跟他们合作 没有一个人 虽然他们拉拢 你看我就记得以前看说那个曹坤 他们还拉曹坤 你说曹坤也是一个旧军队 对呀 都没有都就不跟他们合作 你看川军 我记得刘湘也是死在抗战的 这个刘湘 刘湘是更了不起 刘湘是我们安宁市 我现在安宁市建博物馆嘛 刘湘市已经到了肺癌的晚期 肺疾和晚期 就吐血啊 一次就吐一吐半点盘血 然后呢 他说了一句话 他说我刘湘 从清朝开始 末年当兵 打了一辈子长杀了不少人 我杀的全是中国人 我以为我这辈子盖检定论了 我就是一个军阀 没想到日本人来了 日本人给我一个机会了 日本人给我们一个川军一个机会了 我们以日本人的血洗清楚 我们四川军队的耻辱 然后带领三十万川军 你想韩福区是比枪毙了的吗 你看延西山是不离开山西吗 他就把山上的川军带出四川 把四川让给中央 流向何等伟大 完了以后 临走的时候 又病了 然后下面的将领说 司令你就别去了 我们给你打 他说我必须去 我死都死在这个 死在前面 把部队带到武汉 带武汉 那一晚上脱衣半点盆血死掉 而且那个王明璋死的也很悲传 我记得最后是什么 抽了一支香烟是什么的 是这个电影里是这么讲的 我不知道真实怎么样 王明璋是刚刚我讲的 武千针时代腾线 还有一个 李 那个 那个 还有一个川军 饶国华 饶国华也是 饶国华跟日军作战 失利了 打到半战上 打半战中 一个军人就讲究荣誉 我军人就是同上荣誉 然后 他饶国华怎么办呢 他就 他就用冷水洗头 洗头了以后 就说 叫卫士 你把那个军用毛毯给我拿开 毛毯坐在 盘头坐在毛毯上 这个卫士疏火了 主席大帅停止这一头 口述一言 作为一个将军 把仗打成这个样 对不起国家 对不起民族 对不起领袖 今天我就死在这了 因为用毛毯把我裹回四川 没办法了 崩崩了 用血系的将军了 当时我们死了 光是国民党方面 死了250 50多个将军了 这个 这为什么说咱们死的将军最多呀 这是他说 其实中国军队 不光是当时武器设备的问题 还有个训练 对 他们说啊 抗日战争 中国这个过程当中 中国军队才慢慢打成了一个国家军队 对 过去没有这个概念 就是什么军队 过去是你打我我打你 而且呢 那就进攻也没想干嘛 都是儿戏 都是儿戏 儿戏嘛 你看北洋军阀冲天放枪的 对 他们说这个进攻还能组成一堆 对 要是一溃逃啊 对 那个时候为什么日本鬼子打进来 就往往就是一溃千里 所以在这个时候为什么说就有些将军呢 为什么像张子忠这些人就说求死啊 对 就说就得死给你一个 因为那个时候 左前也是没准啊 我就觉得他这些个兵啊 就是看大哥的 他这个观念呢 还就是跟这个刘关章似的 大哥往上冲大哥给打死了 我们才能鼓勇啊 往上去去冲啊 要不然你当时这个兵怎么带啊 我我我我今天没带了 我收到了两支烟干 就是我们四川不是双枪兵吗 一支烟枪一支步枪吗 实际上当官抽鸦片 士兵是抽抽汉烟 这个烟干的是川军的部队 统一自主的 一人一杆枪 那一杆枪上面 枪上面刻的字 好兰儿上战场打日本 然后你抽烟的时候 你都能看见这个字 好兰儿上战场打日本 这个烟干是自私的 每个人发一杆 川军 就是抽一口烟提一口神 看到一句好兰儿上战场打日本 然后就是他们老川军告诉我一句话 他说我们 长官告诉我们 这次出川打仗是打国战 过去是打内战 打云南人 打贵州人 现在是中国人 打四川人 现在是打国战 为国打仗 他开玩笑 打国战不能拉西百代 真厉害了 哎呀真是 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